2023年国际拼联新加坡大满贯赛继续进行 国瓶球员在这个比赛日中保持全胜 其中混双比赛 国瓶世界冠军王楚清 孙颖沙战胜日本组合张本智和早田希娜 成功未免大满贯混双金牌 国瓶竞敌日本乒乓球队 在这个比赛日遭遇重创 除了混双决赛输给中国选手之外 他们在男女单打比赛中 也遭遇到了灭团 男女单打独描张本智和和 石川佳淳双双在第三轮比赛中 暴冷输球被淘汰 其中张本智和0-3不敌阿罗纳 而世界冠军石川佳淳 在与韩国大黑马朱千希的比赛中 现赢后输 他现赢一局后连输三局 总比分1-3暴冷不敌对手 无缘晋级的同时 也导致日本队在单打比赛中全军覆没 国瓶竞技 日本单打独描石川佳淳迎战 韩国大黑马朱千希 世界石川佳淳近年来在日本国内风头 完全被伊藤美成 早田希娜所盖过 他甚至渐渐淡出国家队主力阵容 去年世拼赛团体赛 石川佳淳落选日本女拼团体阵容 不过本次比赛 石川佳淳表现不错 五个比赛日过后 石川佳淳是日本女单 唯一没有被淘汰出局的选手 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石川佳淳肩负着 为日本女单证明的众人 石川佳淳曾经拿到过 世拼赛混双金牌 是日本女拼昔日一节 虽然近年来风光不在 但仍然具备了相当强实力 朱千希是本次女单比赛大黑马 上一轮比赛直落三局 淘汰了世界排名前十的杜凯晴 令人刮目相看 与石川佳淳的比赛 朱千希依旧有取胜机会 果不其然 比赛一开始朱千希就信心十足 面对世界冠军石川佳淳 朱千希丝毫不落下风 两人拟来我往一直紧摇比分 战至9比9平时 综合实力占有的石川佳淳连得2分 以11比9先下一城先升博人 第二局比赛石川佳淳 没有成胜追击 本倒是落后的朱千希 开局就战局场上主动 她连续得分迅速拉开比分 最终朱千希以11比4 全输比分扳回一城 双方前两局战成1比1平 第三局比赛石川佳淳状态 依旧不在线 面对朱千希咄咄逼人的进攻 显得束手无措 越战越勇的朱千希 以11比6再胜一局 大比分2比1反超 第四局比赛 双方打得非常激烈 前半城双方战成7比7平 朱千希连得4分 以11比7结束战斗 总比分3比1逆转 击败世界冠军石川佳淳 爆冷大冷门 随着石川佳淳爆冷被淘汰 国平竞敌日本乒乓球队 在单打比赛中就全军覆没了 本次比赛 日本乒乓球队 在男女单打比赛中的表现并不好 女单第二轮比赛 日本两大夺冠热门 早田西娜和伊藤美成 双双爆冷被淘汰 此外长期没忧 牧原没忧也是早早就被淘汰出局 第三轮比赛 世界冠军平衍美与不敌国 平女单张瑞遭淘汰 被球迷寄予厚望的石川佳淳 也不及后尘惨遭逆转 爆冷出局 男单比赛 日本队同样遭遇中创 宇田姓氏 护上准辅 张本志和等主力球员 均没能打进八墙 着实让人意外 尤其是华裔名将张本志和 面对综合实力 远不如自己的非洲选手阿鲁纳 张本志和不可思议 连输三局大比分0-3惨败出局 这样日本乒乓球队 在单打比赛中 就已经全军覆没了